推广米食农粮署第二届台湾天团争霸战 以永续蔬食以及时尚魅力两大组别进行竞赛 而东区区域赛由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多家的餐饮业者报名参赛 经过评选两个组别共有四道饭团料理将代表东区参与全国冠军赛 推广米食农粮署第二届台湾天团争霸战 以永续蔬食及时尚魅力两大组别来进行竞赛 东区区域赛是由宜兰花莲台东地区多家餐饮业者来报名参赛 因为我们东部其实有非常多的特色食材 像我看这一次包含像他们也有用到像鸭赏金枣 或者是像我们这边有一些圆明的食材 都是可以把它导入到我们饭团形成我们东部的一个特色 像这一次的这样子一个台湾天团 那我们就分为永续蔬食组跟时尚魅力组 那永续蔬食组的话我们未来就是冠军会跟冷冻业者来合作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做成冷冻食品 那就不管是蔬食甚至以后如果有机会出口 其实都是非常好 那在那个时尚魅力组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未来会跟统一超商合作 那他就会是以这个冷藏鲜食的方式 让大家去了Steven就可以买了带回家 或者是带到办公室去吃 那也希望借此呼吁就是消费者多多来吃我们的米食 各家餐饮业者不仅展现了厨艺更发挥创意 也聪明地运用在地特色食材 做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好吃饭团 经过评审团仔细品尝和讨论 最后评选出永续蔬食组池上豆之间 和风新站度假饭店及时尚魅力组的西河食品有限公司 和喜庆油饭店等四家业者 共有四道饭团料理 在12月7号要代表东区角逐台湾天团争霸赛的冠军宝座 农粮署东区分属表示 全国赛优胜业者除了有高额奖金 还将协助得奖饭团在各大通路贩售 要让更多人可以品尝到最优质最好吃的台湾米饭团 介络会欢迎视报道